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啊 真是温许心下烦呐 儿等且看 待我精榜提名一锦还乡 若靠不住 绝不回乡 光阴四箭 前廖勤奋苦读 两次不靠 两次都名落孙山 他心灰意冷 便想一死了之 观音菩萨见此情景 化身为一位带着两个孩童的讨饭女子 先生 我 哦 行星好 给点东西吃吧 我什么都没有 先生 您看孩子们那么冷 能不能把您的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穿 天下居然有如此贪婪的母子 难道让我光着身子去跳呀 先生 您都要死了 要这些有何用 你怎知 可怜可怜我的孩子 几个大德吧 你怎知 我要去死 我看你是个落榜的书生 想去寻死吧 你看 我连鞋都没有 你命都不要了 还在乎那双鞋吗 连讨饭的妇人都看出了我的落脱 真的没法活了 也罢也罢 你们 拿去吧 于是 钱料把钱财衣物全部给了他们 转身向山上走去 先生 回头是岸呐 钱料站在崖边天降大雪 风雪中又传来了女子的声音 你不是要了 钱料紧闭双眼 纵身跳下山崖 在睁眼时 眼前是一尊手持精卷的观世音菩萨像 他有一名女子在天柴火 钱料回忆起来 我记得我跳崖了 这 是在哪儿 这里是人间的持经观音寺庙 你是个读书人吧 惭愧 惭愧 没有读好书 那你是没有用心去读书 飞也飞也 我玄良自古 日日苦读 可就是屡考不中啊 既是个读书人 为何不拜拜持经观世音菩萨 钱料猛然醒悟 随即福地虔诚的跪拜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护药 请客前 佛光断帐 女子显化 却如何答对考题 却如何答对考题 今日 雪中得远 念你赠衣物之善行 无赠你以祭子当作环礼吧 观音菩萨 话音未落 却不知所踪 堂内只剩书生与火堆 堂上飘下一张纸片 我若像地狱 地狱自枯竭 我若像佛陀 造星自调复 我若像山林 自得大智慧 纸片落入柴火中 化为一团火焰 前廖一惊 抬头仰望 持经观世音菩萨宝像正对着自己 前廖赶紧口拜 感谢持经观音点话 我一定好好理解祭子 好好读书 形象积德 利益百姓 请菩萨保佑我 玄有所成 不知不觉 又风大考 前廖想着持经观音的教诲 挥语好答权 丝如泉涌 终于拔得投名状元 前廖高中状元后 衣锦还乡 他不忘持经观音的点化恩泽 在山上建了一座寺庙 供奉持经观音 把他与持经观音的佛缘故事刻在碑上 让世人供奉送读 让深深学子 求得持经观音的户友 发愤苦涂 学业有成 利益百姓 行善积德 这次观世音菩萨的闲话 就是持经观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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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